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分别是运8电子侦察机 运8远干机以及运8技术侦察机 全都往台湾西南空域靠近 三种机型都针对战机飞弹参数能进行机密参数窃取 就怕飞弹机密被偷走 试射不得不喊咖 但专家认为基地冒白烟还有另一种可能 影片来看 怎么突然没有射出去冒白烟 那应该来讲是所谓推进段的问题 它的原理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玩冲天报的时候 好像冒出一根白烟之后 但是冲天报射不出去 这每一飞弹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推进弹出问题 但是事后再把它取下减诊之后还是可以再做 天空飞弹弹体分成搜索雷达 弹头还有一大块的燃料段 专家认为可能是固体燃料有状况 才让飞弹没射击却冒出白烟 台湾南部同时进行飞弹射击又遭到共军骚扰 偏偏遇到F51战机坠落 制航基地同行机通通停飞 恐怕让南部的空防能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星期下午一期西风车 台湾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湾报道 �면 详细 搞这个 好像 ere断 倒是 解这 人